好,大家好,我是来自高雄的杰克菲 那今天我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呢 酱香总会炒菇 那首先我们这是我们四个菇的食材 分别有金针菇、香菇、杏鲍菇跟锈针菇 那我首先第一个步骤 我会先做食材的简单的处理 酱菇的处理部分 我们就可以先把它的梗给拿掉 然后我们就很简单的做切小湿的动作 那在杏鲍菇部分 我会建议是先把它给切对半 然后再做切湿的动作 那最后锈针菇的处理其实很简单 像我的方式就是把它 一条的部分我就把它切成一半 OK那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 把这些菇类放到锅里面去把它熟成 所以我们首先火的部分先开中小火就可以 那我们第一个部分记得要先下金针菇 因为它会有起一个勾芡的效果 所以我们第二个要下的菇是香菇 那因为香菇它本身会有出水的效果 所以摆在前面的地方下会比较适当 这个时候可以稍微先盖锅盖稍微焖一下 好那最后的话我们把剩下的杏鲍菇跟锈针菇 切丝的部分把它丢进去 在这道菜里面的调味很简单 像我的习惯就是我就会放酱油 然后让它做简单的提味就可以了 因为菇本身就带点甜味 所以这样的调味事实上就已经很适当 只要炒到酱香味都确定已经充分的冒出来 就差不多可以起锅了 我现在是上班族嘛 所以我就一直想要带便当到公司去 所以我就觉得可以选用这个菇类当作是一个快速入门 然后又简单烹调健康的料理 所以我想把这份菇菇料理分享给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